美方执意安排赖清德往返两次过境窜美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也是中美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可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女性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承诺 停止任何形势的美台官方往来 停止升级美台实质关系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 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任何阻挡中国统一进程的图谋都注定失败 中方将采取有利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停止级美台